大家好我是大伟 欢迎大家观看道家老汉回春宫 今天咱们来讲一下前列腺 前列腺是我们男同志独有的腺体 所以只会发生在我们男同志身上 一般来说你只要年龄超过了35岁以后 前列腺上面就容易出一些问题 那么我们讲前列腺它最怕的是什么呢 最怕的就是久坐 为什么它的位置比较特殊 只要我们坐着就会压迫到它 一压迫它久而久之 气血不流通 慢慢它就会出现一些增身变后 所以我们想要让前列腺变好 那就一定要经常的去动一动 但是这里怎么动它是有讲究的 并不是你每天随便动一动 你的前列腺就会变好 我今天教大家一个非常好的 就是坐着把前列腺念好的一个方法 这个方法适合于我们前列腺不好的 久坐的一些人群 比如说你是一个司机 比如说你是医生 平常你在办公室里面也是久坐 那么就把这个动作日常当中念一念 不仅是能够让我们的前列腺变好 同时还能够促进我们前列腺的一个修复 好了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动作怎么去做 咱们这个动作非常的简单 坐着就能完成 但是坐的时候有个讲究 是什么呢 就是腿 大家看这个腿的一个角度就是什么呢 脚尖不要超过我们的膝盖 这个角度要小于90度 大家可以注意看 从侧面看一下 坐姿腿小于90度 双腿紧臂 一定要紧紧的臂弄 小于90度 身体自然做端正 然后我们要做什么呢 你看这个腿要来回的进行一个 你看踮脚 腿要来回前后的进行一个摩擦 同时内部我们要做一个提缸 往上提 双腿夹紧去做一个提缸 一个摩擦 如果你的这个坐的时候 一般来说是会有感觉的 这种感觉是什么呢 就是从内而外 它有一种非常舒服的 被按摩的感觉 刺激的感觉 很舒服 它其实也叫做臀部走路 就这样去坐 你看脚来回的进行一个 动 我们身体坐直 腹部收紧 就是脚来回的动 双腿紧臂 紧臂的时候 往内发上一个两分的力就够了 往内夹紧 两分的力把它夹紧 来 一 二 三 咱们就这样去坐 非常的舒服 你会感觉坐着坐着 那里面就会发热 有一种热热的感觉 同时这个动作 你别看坐起来非常的轻松 实则是非常的费劲的 我们就这样去坐 每天你就按这个姿势去坐上一个两分钟到三分钟 当腹部有一个热感酸感紧感的时候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在坚持上面一小伙做个十圈 比如说这样我们就算一圈 左右腿绕一下算一圈 我们做个十圈就可以了 每天坐上一个两组到三组 那么今天的锻炼的一个任务就完成了 你坚持坐上一段时间以后 你会神奇的发现 慢慢的 原本有了一些问题 慢慢的就消失了 这个就是今天给大家分享的 改善我们前列线上面的一个运动 非常好 希望大家把它收藏下来 并且每天跟着视频坚持去念 好了 感谢大家观看 道家老汉回程宫 我是大伟 谢谢大家